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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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非常热情的去帮我联系奖学金啊什么的 就是非常的鼓励 应该说那位英国老师他的那番话 真的是好像给我了这种思想的火花 一下子打开另外一扇天窗 能够垂青我们《枪枪三人行》节目 我跟你说 就说才做了几期 人家小田就收到了这样的观众来信 没有人这样的说过我们呢 你知道吗 好家伙就是 这位老干部说 那个隐姓埋名 对 说这个老干部说 说今年看了几期 这个傅大姐 傅小姐 在《枪枪三人行》栏目中的这个漫谈节目 认识了尊严 觉得傅女士是一位才华与品貌 非常出色的人才 知识渊博语言科学 美丽非常 思想先进活跃 声音动天 沁人心脾 富有诗书气自滑 观众十分喜爱傅女士 通过看您的节目 能够传达一种令人振奋 与感受多种美的不尽意境 你想想 这把你基本上当君子兰 你知道吗 而且我主要就往下说 中国现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培养造就了您这样的一大批人才 当然更是您个人勤奋学习 天资聪颖的结果 感谢国家 感谢您的父母 养了一位这么好的女才子 感谢凤凰台慧眼独具 中国才女出彩海内外 太不好意思 我其实发您这个 我是想说 我后面不是就在讲了 我在凤凰 不是我在凤凰 但是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 就是在凤凰已经做了三四年了 他为什么最近才知道我呢 对吧 就是枪枪三人行 其实我就是想表达这个 另外一个 他们全凤凰的 包括观众都不知道 枪枪三人行这个节目 比他的收视率好看 你晓得吗 这话怎么说 枪枪三人行这个节目 比他的播出时间好看 所以呢 对对对 应该是 而且望女 特别望女 那是因为有才男 哎呦你晓 真的真的真的 你就知道为什么能望这样的女 老干不喜欢她 对对对 为什么老干不喜欢她 对呀不好意思 好好好 现在我们小田是能够见最高领导人的人 对吧 全台的公关就靠你 但是没有 不管我走在哪里 我心里想到的都是涛哥 再说一遍 是这样的 甚至他开始有点小九九 你怎么有点小心眼 说什么人家 人家有个男生啊 想认识他 然后呢 就是说能不能得到他的微信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人家给他发了一个微信 微信就说怎么着来着 你给说 我都不说了 不是我觉得啊 是这样 薛老师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的时候 你也会在外面 就是不管是出差也好 或者有一些社交场合 哎我都总结到了 那种就是比如说 人介绍说这是贝小田 那在凤凰卫视工作 好那个呢都很矜持的 嗯嗯嗯 我看过你的节目 风云对话不错 一般就是这种啊 然后那种 如果说是不管前面有多少人 多少障碍 他在多远 是那种基本上是冲着过来的 然后握着我的手 机弄得半天说不出话的 第一句话一定是 吻涛哥好 那不行不行 真的基本上都是这种 就是说他觉得人家记得的是 他枪枪三人行李的他 我说这太理所应当了 对吧 你在枪枪三人行李的你 才是一个人呢 你在复云对话里的你一个你 还能再装点吗 我没有装啊 我只是在很认真的 在工作而已 那是你的另一面 我还是很感谢枪枪三人行的 真的给我一个机会 做我自己啊 在荧幕面前做我自己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机会的 你以为这就是你自己吗 至少相对于风云对话 鬼才信呢 人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是吧 薛老师 人都是 你知道什么是我自己吗 你知道什么是我自己吗 我呢 你有参照吗 曾经以为自己知道 结果后来发现呢 我也是知道一点点 就是人的这个面向啊 太复杂了 我后来又听其他一些人转述过关于小田的一些传说 我说这是他吗 这是另一个人 你知道这个 我又什么传说 哎呦 这事不能再往下聊了 咱聊点正解的行吗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爱 太了解了就 不太好了 你看 所以说涛哥现在也不爱我了 哦 你不能这么说 看看小田现在都生活在 看看你怎么移情别恋的 看看小田是什么环境 人家在什么环境下工作 你可以看看 都跟什么人在一块 都跟什么人在一块 这大家认得吗 认得吗 对吧 像不像那个金正恩 对不起啊 可我像不像那个谁 潘基文 我跟你说 我亲眼见到一个很很怎么就不说了 很高的一个领导 哎 我亲眼见到两场采访 嗯 开头是个男男的这个主持人男的记者 半个小时 嗯 就结束了 嗯 后来去了一个美女记者 我都我还等着呢 对吧 他记得两个小时才出来 不是 我觉得涛哥 明显说的这个还太简 典当话了 我可以分享一个 我最近的一个这个经历啊 就是我在博鳌采访 非常年轻的俄罗斯的副总理 四十出头 当副总理 已经当了好多年了 我看到了 挺帅的 挺帅的 但是呢 你知道吗 我去做那个采访 当然是真的是因为不可 不可抗的 和不可控的因素 我迟到了 他等了我半个小时 只有在路上 这么可能十秒钟的时间 可以暖个场 我当时就问他 我就说 我说 我看到你呢 是给普京和美德维杰夫 都在他们那工作过的 好了不起啊 我当然说的 还是会比较有亲和力的 这种顿时我就感觉到 那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 我不会把这个归因于 我当时可能 对他笑得比较甜啊 或者是在 有在拍他的马屁啊 什么的 不是 我认为是什么 是他一下子感觉到 这个迟到的记者 是做了功课的 而且做足了的 就是说你入了他的心 是吧 争取看能不能刻到这个普京 那我没笑 那不是里面的那个 邓文迪称 等我 我也可以帮你联系 有这个英伦情节 但是呢 小条格外不一样 人家是剑桥 是吧 没有没有 剑桥出来了 而且最近我也帮他宣传一下 人家小条在剑桥捐了个园子 不是叫捐了一个园子 哎呀我这个 就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吧 对 对就景点 你知道吗 以后去剑桥就找这个傅小田花园 我一路好奇 看他那个新闻 一路好奇 捐多少才能留个名呢 其实这真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真的不是数字的问题 真的不是数字问题 其实都是数字的问题 现在剑桥有三个中国人的名字留在那里 谁 徐志摩 金庸 还有傅小田 厉害呀 薛老师好黑呀 这个 好可怕 我说的是写 我一坐下 薛老师就拖 把外套拖了 我都那么听话了 你还黑我 但是我说的是写实 一拖成名 一拖成名 这个是要讲数字的 小田 马克龙 你看说马克龙在法国呀 是女性们喜欢的一塌糊涂的 这么一个年轻才俊 小田 你觉得她老婆能说美吗 我觉得她很帅 鞋好看 好像她那个才36岁对吧 36岁 她老婆56了 现在已经是继外公了 女孩为什么都挺高兴 高兴吗 我没有高兴 我的朋友圈里都是女的发这种 她的朋友圈的女的都比较大 都是在和我的小鲜肉 可能是 对对对 我觉得我看了说真的 我还也没什么 我还是祝福他们吧 废话 你敢举咒吗 你没什么 但是还是挺可惜的 你看 但是我没有高兴啊 对不对 因为我是把自己放在 就是潜意识里边吧 我把自己放在 这个年轻部长的同龄人里边 在看 而不是这个大20岁的 这个老婆 这个年龄段的人在看 其实要照我看 这马克龙跟咱们小田在一块 我倒有一种感觉 为什么就是很多 我们看到的这些西方的一些 咱们先说男的 条件很好的 但是最后他们挑选的这个伴侣 就会让我们有一点这个要跌破眼镜 模样对不上 是不是 后来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爱情观 婚姻观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感觉好像是 对我们东方人来讲 在这个两性关系中 我们对自己的伴侣 更多的是在意 你是谁 你怎么样 但是对他们来讲 好像更多的在意的是 你让我觉得我是谁 你让我感觉我怎么样 对因为跟你在一起 你让我觉得我很好 就是而且还有一个审美的问题 咱们缺乏对中老年妇女的审美 我会觉得 如果说咱们这个话题 说到这个灵慧音了 如果说灵慧音跟金月灵 没有乱七八糟的事的话 金月灵这一辈子太亏了 终生不嫁 终生不娶了 终生不娶 就是为了这个灵慧音 对啊 今天咱们这个录像 这几集的这个女嘉宾 那真是一个比一个 都一样漂亮 都一样漂亮 我刚学了一招 刚涛哥就给你个建议 叫你尽量拉低 不然你就会输给又婷跟韦杰 那马上小婷就 一下就拉上来 因为我刚才我在说 我说我这下面好像有一点露什么的 没有就我觉得啊 说实话 我知道当然这个和我们的 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很一致啊 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的 至少我会 而且我相信会有很多女士 会觉得当众的 会被其他的男士来评论 她的外貌 是会自己会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女士 如果说她自己不注重自己的仪表 不用一种很presentable的一种形象 出现在公共场合 那是她的不对 但是呢 如果说她做到了 自己应该做的 然后出现在那里 但是呢 被男士品投论足 那就是男士的不对 你讲得非常好 正是我们下一集的话题 涛哥对我说的话 我觉得呢 我能够理解涛哥的心 对不对 他没有坏心 他没有在歧视我 没有在欺负我 但是呢 真的会让女士不舒服 就是说 这是一种文化 夸你好看 你会觉得不舒服 看你 因为你知道这种好看呢 有的时候是有种很客气的一种度 你知道吗 如果说那个度是在这种舒服的范围内的话 这是一种礼貌 这是你的一种风度 有的时候你要是不说 反倒是你的不对 但是一旦过了的话 那么女士就会觉得 你想干嘛 对 按照你的这个标准 我刚才觉得 我说的这个 还属于让他舒服的范围 卖到了家辉 你已经有点直漏了 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 就是看那个人跟你的关系 当然我们要看几个因素 第一个关系 比方说你觉得 你了解涛哥 没有恶意 你跟我不熟 你可能觉得 叫怪叔叔 叫什么 还有我跟他那个关系不一样 然后他喜不喜欢对方 还有权力关系 还有要长河 经常说文明 他会反省讨论说 那是不是说要这样 那交往要这样 小田 我先确认 我现在可以赞美你吗 你要美我一眼 你是谁 好吧 你赞吧 这样到较地 我觉得跑题了 涛哥 咱们没跑题 没跑题 既然你们俩说到这了 我决定调整一下题目 我们现在的人 该怎么看待这个妇女歧视 这个话题 我觉得跟涛哥来讨论 很复杂 很难 你知道吗 就像很多时候 有一些男士会对我说一些话 我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 去包容 我觉得这是我做的额外的工作 但是很不幸 在很多场合 我需要去做这种额外的一些工作 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很招人讨厌 因为我真的是 我是拥戴政治正确的 我也拥戴 你听我说完 台面大家都应该政治正确 但是我想说 那个政治正确不仅仅是台面 政治正确不是虚伪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部分 至于私下里的部分 我现在觉得 需要两个人互相探测 任何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能够接受和容忍的尺度 都是不同的 甚至于还在变化 就是有的时候 今年咱们俩这交情 你可以跟我这么说 明年我的思想境界提升了 我就觉得你不能这么说 所以这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这个世界的多元化 一方面 如果说你还想跟人家亲近 那么你就应该敏感的探测 它的尺度和它的变化 下次别冒犯人家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 在私人生活里 我就发现朋友圈就渐渐形成了 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游戏规则 包括聊天的画风 默契 就是默契了 实际我觉得还是中国人讲的对 人跟人是讲缘分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 好像有很多正确的原则 可是谁都捆在这个原则里活着 还不如离开你这个世界 也不能这样说 刚才我先说这个 嘉惠老师刚才说的 那个美国某个州 它的这个法律 我相信它那是 Legal Advice 而不是Legal Requirement 那我觉得就从男性和女性 不同的角度 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Advice 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男的就说 那搞什么搞 那我还玩什么呢 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就觉得很烦躁 很抵触 但是呢 女性看到这个make sense啊 可以啊 因为什么 因为这肯定是两类人 有一类是你的女朋友啊 你跟你的女朋友 有任何的一些情况什么的 或者甚至是你的太太 你需要什么书面的concent 你写出来吗 不可能啊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 你不知道 它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想的 那好 我们干脆写下来 对不对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和这些人 整天泡一块呢 对不对 女生就会想啊 你好好的有一个正常的 人有选择权利啊 什么叫好好 什么叫不好 当然就是说 如果这是 我们说有句话就是 You make a bed and you sleep in it 就你自己坐的床 你自己睡进去 如果这是 这是你的选择 你要和这样子 你搞不清楚 它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搞不清楚 它对上床这个行为的界定 是什么的 女孩子在一起 甚至要冒险 跟她有进一步的行动 那是你的选择 如果你要有这样的选择 当然会有进一步的 甚至是法律方面的风险 如果你又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法律风险 那么好 Legal advice就出来了 那你们写一下 我听了他刚才的话 我就想起萨特的一句话 叫他人及地狱 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 跟陌生人打交道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现在说实在的 我只喜欢跟熟人打交道 因为熟人就意味着 没有这些事 大家都明白 哎呀 涛科现在成了妇女之友了 你说的不就我说的 女性的观点吗 但是呢 每当你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 我现在就发现 你像我有很多朋友 美国回来的这个学者 你说他们的感受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都是很有修养的人 但是他们会觉得 跟美国一些女教授开会啊 就像上班一样 我说话好累啊 就这个政治正确 每一句的用词都必须特别 对 所以我说这个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得在台面上混 在台面上混 你就这样 这样能在最大公约数上 你别伤害人家 但是实际上 谁要老在台面上混呢 他能得忧郁症 做我们这个女嘉宾呢 有时候经常让我们觉得呢 接不上话 她水平太高了 她经常说出一些男嘉宾 想不到的一些话来 所以而且小条呢 她也是性格很有特点 那双子座的这个女的 往往啊就反应非常 反应非常快 反应非常快 但是我有时候也说啊 她有点反应过快 有点像这个容易受惊 就有的时候啊 我说出一个什么话来啊 她会被我吓着 我发现有有有有有有 有的时候 她会觉得我是不是想调侃她 其实我还没聪明到那一步 见面我经常说 人中龙凤 就是我们凤凰 有这样的奇女子是吧 多了也很可怕 但是呢 有一个那就是名阳天下 大家好 非常荣幸能够获选 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 虽然我仍不能到现场 亲自领取这份珍贵 沉重的奖状和勋章 但是现场的气氛 我远在北京也能够感受得到 那么怀着极大的荣幸 激动和喜悦 我想要感谢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 年度奖项的主办方和筹委会 感谢你们在疫情期间 依然投入如此大的精力 如此多的时间 确保奖项评选的公平有序 同时维系这样一个理想标杆 不断鼓励年轻人 为打造富有活力 充满希望的新香港 付出自己的努力 也有着巨大的时代意义 我还要感谢这些年来 一直陪伴着我不断向前 不断超越的凤凰卫视的同事们 这些年来 我对话了超过三百位 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要 每一次成功采访 顺利播出的背后 都是每一位团队成员的 辛勤劳作和专业课手 最后我还要感谢这些年来 一直支持我 关心我的观众 我的朋友 这次投票过程里 你们也非常的给力 要谢谢你们 我要把你们的加取 你们的信任 化作未来的动力 感谢你们对小田工作的理解 我们可以一起发挥能量 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香港故事 同时也倾听和理解 世界的故事 因为原本 整个世界 就是一个 大家庭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啊 我会到这里 特别是在湖边 来散步 我会看到 二战的纪念碑 朝鲜战争纪念碑 越南战争的纪念碑 我就在思考 在美国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上 战争与和平 一直是这个国家在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问题 在这240年多年中 有其中只有20多年 美国没有卷入战争 这是前总统卡特 他的这个计算 乌克兰就没有出兵 乌克兰没有出兵 但是他还是出武器 那么乌克兰的危机 之所以发展到今天 美国当然也是直接的当事方 是吧 那么美国是世界上 头号的强国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那么美国在处理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 他的态度 他的立场 他的行动 会对世界的和平 与人类的这个未来 会产生重大而神远的影响 我们的节目展现的都是 镜头前面的内容 但是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故事 它的背后其实还有 无数多的故事 他听见有人唱着古老的歌 唱着今天 还在远方发生的 我认为 当人问我 什么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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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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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better understand differences and I simply wish the same possibilities for more young students to give back is a part of human nature I reckon an aspect that if forgotten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inequality and that is why I'm giving back through philanthropy and volunteerism to help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young students I owe what I achieved not much but owe to education and all the help I was once given